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來到我們Studio 就是這對 之前在記者會 亦都在分享會試玩的 B&W Signature 705S III 這就是一個黑彈目的版本 今次我們會找來 馬蘭斯的Model 30的一套西裝 來試試聽串流音樂和CD 究竟在這這麼正的 Signature 版本上 有什麼效果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全部 我們有新的影片推出 就會即時通知到你 在我身邊這一對 B&W 705S III Signature 大家看到黑彈目的顏色 而外觀來說 其實很容易就知道是否 Signature 版本 木紋和木皮顏色 會有一個打磨的效果 另外在高音單元和低音單元的位置 都會多了一個金色的線圈 圍繞著喇叭單元 其實在單元和分音器 都有很多地方做了升級 但在入面的升級 老實說如果你不是拆開喇叭 都不會知道內部升級了什麼 而我們之前在分享會 和記者會上 威廉Sir 或Anthony 都有跟我們分享過 其實內部的分音器 在電容或電線 有很多部件都提升了 而且有很多物料 都承襲著800系列 有很多玩開2channel的朋友 其實都對這個Signature 版本 就非常趨之若無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都未必有足夠的彈藥 去直上800系列 在這個時候700系列的SV Signature 就可以幫它們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但可以享受到B&W 800系列的類近音色 而它究竟有什麼提升 導致它可以在聲音上追貼800系列 不如現在跟大家分享它的技術規格 接著就跟大家實測一下 以及聽聽聲音的效果質素 究竟會有什麼分別 B&W 705S V Signature 是一個二路分音的輸架喇叭 搭載一個1吋碳纖圓頂高音單體 另外用了一個6.5吋的Continium 震膜的中低音單元 而分音器方面就改用了Mundorf 的電容器 亦都用了Argenic 的引線 以及全新的電感器 亦都加入了微彎曲的前障板 提供到更好的Continium 中低音單元結構設置 而內部就用上更開放更透明的全新保護網罩 以及升級了的分頻器 低音單元還配合了全新的升級驅動單元懸掛系統 俗證Spider 的一個單元設計 確保傳遞更清晰的中頻 以及將低頻的伸延感可以纏得更深 售價方面 705S V Signature 是32,000 元一對 曾用真心 認真唱 楊盡皆知的國 觀眾的聲音卻 如永沒明知 俗世的愛 誰可永相戀 那唐筷故事 結定心道遠 從之問 仰之真太笨 仁月今 愈不敢再惡莫受拉強 少少 仰之真可淺 仁二兩難圈 同世家 是否此三罪報 不悔心, 酒不公被你遇 愛你痛到疤痴痛 尚痛哼哼野雪中 剛剛用馬蘭士的Model 30 接駁了這對書架 705S3 Signature 的音色 其實我會覺得它貴氣大了很多 因為之前我們試用705S3 雖然我們沒有在Studio試用 但我們會覺得聲音的細節很好 聲音分離度也很好 但就是少了一股貴氣 那股貴氣是甚麼呢? 例如人聲的尾音 或者是樂器的細節 Model 30 出來的音色 在聲音的仔細度也非常高 也帶了一點溫暖感 但在這個705S3 Signature 上 我們又不會聽到有很高光 或者很造作的一種暖聲的聲音 可以令到每一件樂器 或者每一個人聲的頻段 都可以出到一個很乾淨的音色 例如我剛才聽羅文和印尼的合唱歌 基本上這隻碟不是特別發燒 但因為以前的錄音都比較相當的 在這套系統上的還原 其實它可以給我一個比較黑膠的味道 即是軟軟的 有一點軟軟的 也可以給我一個音場 我覺得在這對705S3 Signature 上 就算擺放得不太正宗 也很容易把高中頻的聲音 可以很舒服地去到聆聽的位置 而且聆聽的皇帝位 並非只有一個位置 才能聽到好的音色 當然我們現場擺放得很好 但你會聽到 即使擺放好時 即使我坐歪一點 或是坐前一點或後一點 其實它出來也會給我一個時機的感覺 Ini 和羅文的聲音都在中間 它們倆就沒有站開 另外一些音樂 聽聽聽噹噹噹噹噹的 你會聽到在喇叭的左右 側臉發出這聲音 控制了喇叭出來 而喇叭亦都受它那種控制力 而出來的聲音的效果 接下來我試試 RAIDUS 的音色 本身是很舊的錄音 但它是一个非常高清的质感 听到别人的歌曲时 其实你会感觉到那种凄惨的感觉 陈德璋的那把人声 基本上都是带一些惨哀怨的感觉 在这一款705SV 设计上 我觉得它出得非常好 它可以将那种惨和委屈的声线 可以好好地带到我的耳朵 如果我在以前的705SV 上 是比较难做到的 不是做不到是做到的 但可能我要在喇叭线的配搭 和电源线的配搭上 可能要加一些辅功 才会容易做到你的效果 SV 的书架喇叭上 虽然我只是用我们平常的电源线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喇叭线 但它已经可以轻松一点 做出这种感觉 而最后我听的一个张学友 我特意选择最难播放的 我爱你痛到不止痛的一首 那首歌来说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首歌很好听 旋律也很好 但录音去到很大澎湃的时候 其实录音不算很好 在这一套系统上 我又想知道 你这个SV 这个Signature 可以怎样重新营造效果给我呢 当然 它也不可以把一个死的音色变回生 但在一个这么复杂 或者这么难搞 这么爆怕的状态下 它也可以给我清晰的张学 但旁边的乐器 它也很尽力地维持到原声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它也算是交流功果 因为要将一个不好声的Signature 变成好声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 或者很不应该发生的事 但它怎样可以令到音色修饰得好些呢 因为很多现在的流行曲 其实基本上 都不是真的发烧绿音 很多的朋友 其实都会听回现时的流行曲 我怎样将现时的流行曲 都变得比较上 听得舒服和好声呢 那这个就要看一下 喇叭和机器如何配合了 说到流行曲 现在我会用电脑 经过Tidal 将Signature 交给Model 30 再输出这一对B&W 705S Signature 的喇叭上 看看现在我们听的新歌 究竟又会是什么效果 不该? 只要切身的 在最靠近的 很弱 在一起 一切是最好的 我现时自己肯做法 为未来改成我 在最新歌 刚刚用了一部PC Notebook 用USB DAC的方法把讯号交给马兰士CD30N 因为它本身有USB DAC的功能 在Title 指定到SACD30 输出音色 首先我们要试在Budble 乒乓波和不同电子音乐的一段 主要是在705 S3 Signature 做的音场定位、空间感和3D 感觉 其实不用说了 如果大家在录音上可能清晰听到少少空间感、连贯感和定位 类似一个家庭景丸的摆位 Dingham Ball 的跳动、离伤、天花声 完全做出来的 如果大家可以在声音中听一听 看看能否听到我感受 这里我也不多说了 因为再多说就会很神化 但在我的家里 是可以让我知道 原来这一趟系统 在控制力和做出立体感的定位来说 是不用说话 不可以怎么弹 另外就会开始听一下流行曲 陈磊的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在华纳上 其实去做录音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觉得是特别有发烧的效果 但是在陈磊这首歌里面 它那个人声和乐器的声音 那个空间的感觉是非常之好的 尤其是人声的输出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厚很暖的一个音色 整体来说 因为这首歌都偏向是中拍子的舒服的感觉 所以音乐感都可以营造得非常之好的 那我觉得呢 听流行曲来说 在这个705S Free Selection 上 在这首歌 我觉得可以很好地享受到 这首歌带给我的那种的节拍和氛围 再听一下其他歌曲 Sony Music 就有陈柏宇 我觉得这段时间很喜欢听他那首《别来无量》 我觉得他在推出Jason 的《人声》的时候 在未有那么多乐器的时候 是做得非常好非常舒服 而且那个口型刚刚很大小 不会特别很大 但是当音乐一多的时候 多配乐、多和音的时候 首歌就开始有少少乱 这个其实都真的在Source 上 在音乐音方面 或者混音方面 做得不算是特别有要求的一种质素 平时我在一些耳机上听 这首歌都是注重人声多些 乐器那些都是偏后的 而在705S Free Selection 的输出上 我觉得它会将人声、乐器和整体的氛围 分成三个层次来表达 所以刚才《陈雷》那首歌 在乐器上不太复杂 我觉得它还可以维持得到 但Jason 这首歌 他人声表现良好 但当乐器一多的时候 如果他在混音片牌上 或者是在Master 上 不是做得很仔细的话 其实有一些沙沙石石都会走出来 不过幸好 他仍然可以保持Jason 人声那种磁性的感觉 和那种温暖厚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听这个流行曲 我觉得这一部分还可以 接下来我找了一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狼陶藤》的一队乐队 这一队乐队好像是 中国偏远一点 还是不知是否中国 即是蒙古那种 但它们的歌曲 其实是偏向Hard Rock 而且不是 Heavy Metal 但它们这首歌 因为有很多低音结他 有很多鼓 他们唱的时候 都是用一些很低沉的声音去唱 正常平时我们听的时候 都会听到一路慢慢 血蜜沸腾的感觉 刚才在这一套系统上面 我都有这个感觉 而且慢慢慢慢 个人都一路跟着他拍纸 跟着他接拍摄上 所以这个705 Expedia 虽然它是一对书架喇叭 但它都可以给一种震撼感 和这个氛围 可以给到一个慢慢上 而有一个耳血沸腾的感觉 这件事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但当然了 如果你说要去到振腹脚 因为这首歌 其实是低频 到最后是可以去到振腹脚 这个705 Expedia 就不是这一种的态度 不是这一种的效果 如果你说我真的要那样东西 那你就应该是买了我们的702SB Signature 因为在之前我们试试的 702SB的低频量 基本上是类似有一个超低音 再加一个低音 再加中音 再加高音 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这一只705SB Signature 就会是中高低三频 去平均出给你 而低频是一种干净 而且是爽快的低音 总管来说 今次去实试这个 B&W 705SB Signature 我觉得是B&W里面的 挺标志性的系列 因为这个系列 其实不是那么多喇叭 可以有这个 冠意Signature 名号 有很多朋友都会定性 这个Signature 为一个700与800中间的系列 因为它又未去到800 那种超高音单元 那种超分析力 但是它亦都可以令到 有一个碳纤的高音单元 可以将硬度和鑽石 相提并论 可以出到一个仔细的高音音色 而这个700SB Signature 其实它在物料上面 有少少不同 譬如我们看到这个高音的网 其实都是参照800的网 尺寸和输出的孔寸 寸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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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配搭了Agenic 金银混合物料引线 令到音色可以有更贵气的效果 而中音的电容 由一粒 改为两粒新型的BMB 大新铝聚丙熙电容 数值虽然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设计 可以令到声音反应更快速 而且还原度更加准确 低频方面 采用了和800SB Signature 系列同款的 大型粗新Air Core Inductor 在旁边也加入了新的电容配置 进一步加强了宽容度和能量感觉 所以在700SB Signature 系列中 低音出来的宽容度和宽容度 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的状态下 便会比之前S3版本 有少少贵气和温暖度更舒服 这亦是今代700SB Signature 系列中 重要的提升 因为这几样提升 令到即使是同箱体 或者单元配置 无分别都是二路的单元状态下 都可以出到更加好的声音 音质可以做得更加顺滑 今次我们在这个房间 实试这一款B&W 705 S3 Signature 就差不多来到这个环节 我们要试的东西都试完 接着我们都会放在这里 试玩一段时间 因为用它来做Reference 其实都挺好的 试试其他不同的M 其他不同的Happing X 降音机 或者是前后级降音机 用它来说 对我们的房间的Size 相当好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支喇叭已经出了一段时间 今次才来我们 其实我们都是举手 打算试最后的 希望可以留久一点点 好了 今次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看完 有什么感觉 如果大家看小试 review一些2channel的喇叭 或者2channel的产品 有什么意见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也可以慢慢和大家 改进一下大家给我的意见 今天这条影片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我们的小铃铛 我们有好东西 就会通知叫你们看 再一个啦